所以将来你可以做的方法很多啦 所以你要取舍啦 取舍绝对不要找一个就是最麻烦的 一定要找一个最简单的 没有人说为了解决问题 然后反而让这个问题更复杂更麻烦 所以尽量啦 要我大部分都采取就是说 找那个最简单的 你如果以色列函数可以搞定 你就用以色列函数 你就没事不要找自己麻烦 还去找VBA里面的函数 但也可以试试看 因为未来有一种情况就是说 在Excel里面函数资金效率比较差 那你就有必要用那个VBA里面函数 反正你就找一个效率快 然后呢写法又简单的 OK 那有一些程式不会写怎么办 没关系录制的 我是觉得在Excel里面 他这个地方优点 优势录制聚集这一点 其实是还蛮明确的 而且录下来的程式码 我是觉得以我的经验 我不知道现在Google Sheets 就是Google的试算表有没有改变 因为他 Google试算表 其实慢慢感觉好像 有一点在是不是叫模仿 也不能叫模仿 就是说 他也想要做的跟Excel Excel一样那么的简便 但是他录制聚集我就觉得录下来的东西 感觉好像就是问题会相对跟Excel VBA比起来 好像似乎就没有那么的 这个问题那么少 好吧 你变成要改的程式改很多啦 我之前用 但可能大概几个月前用 我是觉得还是有改进空间 所以你说哪一个工具是完美的 其实倒好像也没有说哪一个工具 只能说哪一个工具出来的时间比较久 大家用的习惯就好了 如果你用的不习惯说真的啦 哪怕是免费的 送给你可能都还觉得 好像有点占空间 像之前安装了一大堆什么LibreOffice 什么OpenOffice 其实后来好像也都把它删掉了 因为说真的 免费没错 但问题是有点不太合用啦 OK因为Excel好像即便是要花一点钱 但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去餐厅吃饭 你就是想要很舒服 你刚下班你就不想要那么累 你还要回去要自己煮饭 或者说你还要去路边摊 或者是你自助餐什么都要自己来 但你就想要放松 就像Excel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是这么多人用 我在想说 而且他已经出来三十几年了 所以真的也有他存在的必要 虽然说你要付钱 但问题我觉得有些地方 就是说 付一点钱可以解决你的大问题 我觉得倒好像也不是什么不好的 你不要说什么事都免费 但问题免费最贵 应该各位都有听过吧 只要有个地方给你出毛病 你就头痛了 最后关键时刻不能用 或者是做不出来 那你倒不如 找一个尽量简便的方案吧 当然不是说免费的就一定不好用 但是免费你要特别留 因为你没有付他任何费用 所以他也就没有责任担保的问题 OK 这个我想各位应该都很清楚 就像说 各位应该如果有开车也知道 你去原厂一定是很贵的 但问题是 为什么还是很多人愿意去原厂 而且他收费可能比外面坊间还要贵好多倍 主要原因是信赖原则嘛 对不对 他其实里面的费用里面就是 加了一些保 因为比如说做不好没关系 你回去找他 他就不会跑掉 但有些时候 如果你假如说找外面的 有时候出了状况 外面不见得会 那么可靠 OK 除非说你是找到可靠的人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刚刚的那个执行 我后来发现 刚刚这样跑会有个问题 所以我把刚刚的这个把它删掉了 那再跑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那一般习惯上 尤其是枢纽分析表 他录完成式里面我刚刚讲 就是你要改的话 这个地方可以改 当然我 这个不用加ActiveShoot应该也OK 因为目前的 所以按F8 然后Add一个把它重新命名 所以这两行 其实各位可以把它记下来 这个应该是将来一定需要改 然后放在哪里 主要是改这个 那其他就是说那个什么 Aversion Default Version那些 可以把它删掉 好 没画面 没画面 我把它 就是改的地方 我刚刚特别提到 另外的话 录制的时候 它会录你滑鼠的动作 所以会放哪一个工作表 放哪一个储存格 那其实这两行一定是可以删的 没问题 然后中间可能会有很多预设的那些 其实也可以把它删掉 那另外的话你会发现 在产生枢纽分析表 你会发现他这边其实也有 总共有这几行 我其实也有试着把它加上注解 后来我发现 其实这几行也应该可以拿掉 没问题 因为他这个什么 Repeats All Labels 这个其实也不需要 OK 然后Active Pirate Table Catch 这个如果你假设你不想用Catch的话 其实或许这个Wis 这个Catch 其实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给先 如果你不确定删除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先把它注解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 把这个地方选起来 然后利用上方 这边有个使程式变为注解 我前面讲过了 你按右键 工具列按右键 它这个叫编辑工具列 OK 所以你就把编辑工具列里面 使程式变为注解 你不要把它删掉 因为删掉的话可能会出错 OK 那你不确定没有你先注解 旁边是恢复 这个还蛮蛮常用到 如果你不用这个工具列的话 你变成你要手动自己在前面加单 比较麻烦 好 那这边的话其实会有一个问题 就我刚发生那个问题 那怎么解 我印象中我是这样解 就是说它会先产生一个列 放在Position 1 可是底下这个是再增加一个值 可是它会把前面的那个列的部分 把它给盖掉 所以你会发现 你在枢纽分析里面 它这边就不见了 也就是你增加一个值 它会把原来的这个列给盖掉 所以我想了另外一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从哪里到哪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实就是 上面这个Wiss 实际Wiss到EndWiss 这个是增加一个年的列 Position 1 那底下这两行应该是增加值 所以我刚刚做了一个动作 我是把这两个颠倒一下 也就是说 我先怎么样 我先 先产生值 OK 再产生 它的那个列 如果两个颠倒的话 不就比较没问题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我再重跑一下 我把两个颠倒 或者还有一个一个技巧 就是你录制的时候 可以先拖拉的时候 可以先拖拉到值 再拖拉到列 那这样应该也是一个方案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pipItem 那这个Item部分的话 OK 我看一下 这个执行一下 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那这个就是先增加年 再增加列 OK 然后再把它的那个 这两个把它关掉 那这样应该OK 所以哦 主要是把列 跟值 把它颠倒一下 那这样应该就OK了 所以请各位也许可以试试看 那另外如果确定说 刚刚删掉的部分 不需要的话 那其实这边 这些把它delete掉 那剩下来的话 你就是可以在什么 在这边增加一个 注解 比如说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 我们是 就是 值的部分 也许你可以在这边加一个 这个是值 然后呢 这边的话就是列 拖拉到列 然后 跟这一样 应该是上面这个 筛选 取消 那个什么 102 跟103 所以 其实就筛选 然后取消 然后其他的注解 我想请各位再陆陆续续加上去好了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现在在run它的话 因为这个工作表已经存在 所以 如果你一执行 它就出现什么 这个名称重复 那我前面好像有跟各位讲过 好像是在前面的那个程式里面 在应该是在前面的部分 我一样有就是删除那个旧的工作表的程式码 应该是在云端上面第15页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在执行的时候 先回圈判断说到底那个名称有没有在 如果在的话先帮我删掉 那我可以把这一段在第15页那个程式码 直接贴上 但是贴上之后 你可能要改一下名称 改什么名称 主要是要找这个名称 如果这个名称存在的话 哪个名称 这个叫什么 叫历年切到折线图好了 ok类似这样这样 那一样就是它会一个一个去检查 如果找到有一样的名称 这个叫true的时候 那它就帮我把它删掉 delete ok 然后并且离开 一样要关掉dispress learn 因为它如果删除它会跳是否删除 你要按确定那麻烦我不要 ok 所以我们再run一下 所以理论上有不要假设放这边 然后我就让它跑跑看 ok 然后先会先找 有没有找 有找到了 先删掉 ok 然后跳离回圈 再来新增 这样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枢纽分析表 这个地方呢 就大概是这样 那请各位试试看 ok ok 好